各位下午好 非常感谢大家帽子学的参加了今天的这个讲座 也正为这样呢 我希望我讲的内容能够对各位有所帮助 我讲的题目呢 是地文化的形成和影响 那么这些年呢 我们各地都普遍的很重视文化建设 特别珍惜自己本地的文化 因为大家都知道 往往本地的文化 有它独特的魅力 那究竟有没有地文化 如果有的话 它怎么形成和影响 对我们今天有什么影响 对未来有什么影响呢 首先我们看什么是地文化 其实所谓地文化呢 就最能体现一个空间范围内特点的文化的类型 它有一个重要的特点 就是说它和周围其他区域的文化相比较 是比较明显的差异的 其实我们研究任何事物都要注意到它的差异性 也没有差异的研究什么呢 如果当地的文化 我家庭的文化跟杭州的跟湖州的跟上海的都一样 那就不成其地文化 一定要这一个文化类型有自己的本身的特点 那么对于这个特点呢 其实两千多年前的人就已经注意到了 所以在司马迁写《死记》的时候 他在其中一篇《货制力传》里面 曾经写过这样的话 叫做百里不同风 千里不同俗 那为什么一个叫风一个叫俗呢 一个叫百里一个千里呢 简单的说你有一种什么文化现象 如果它只是风 那么瓦瓦走出一百里 它就传播不过去 又是另外一种风了 但是如果是已经成为一种俗了 那么它不是一百里 它要可能更大的范围 要走一千里 才开始能够体会到那里有不同的俗 那么这两者究竟什么关系呢 我的理解风 就今天我们讲的流行 或者一种什么风上 所以它特点呢 它不断的更新 它是多变的 你家庭有什么新的风 可能还没过到杭州 它就变了 等到传到杭州 这里可能又有什么新的风 又产生 所以它是百里不同风 那么到了俗呢 我就认为就像习俗 习惯 它就比较稳定了 比较稳定的习俗习惯 那我们就可以成为传统 当然传统本身又长又短了 对吧 所以这两者之间呢 如果形成一种习惯 一种传统了 它比较稳定范围就比较大 那而风上呢 它可能经常的变化 那么所谓我们讲的地狱文化 一般的来讲 光是风还不至于成为形成一种地狱文化 一般的来讲 要成为一种俗 当然我们平时讲风说风说 就没有区别那么严格了 但是实际上这两者之间呢 应该讲还是有区别的 那么正因为这样呢 刚才讲一定的空间范围 这个是有大有小 所以我们讲地文化呢 大可以达到今天 有国家甚至更大 小可以小到有小的地方 比如我们大的文化区 那我们建的最大文化区是什么 那汉文化区 或者叫华夏文化区 那这个就不仅包括 大部分以汉字为主的区域 也包括今天已经在中国国外 但是历史上面长期通用汉字 以汉文化为主的这些地区 都可以叫做华夏文化区 或者汉文化区 有的就根据那载体 通用汉字的地方 汉字圈 或者汉字文化区 这都可以 这是比较大的 那么另外呢 我们一般讲的地文化区呢 往往是一古代的一个国 或者古代一个地面的命名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传统可以追溯到那个时代 比如说汉文化区 汉文化区究竟是哪里呢 一般的来讲 就是当初春秋时候 春秋战过所汉国的核心区 因为汉国的最大所大得很呢 对吧 山东一部分也是汉国的 而这个地方它就大 但比较大核心的地方 又比如用文化区也是这样 对吧 那么也可以呢 用一些东庸的地名 比如说我们今天通用的东北啊 西北啊西南啊 那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 但是这也是一个地有文化区 那么在这些下面呢 我们可以有些 我们一般 可以称为文化亚区 或者直接叫文化区 但是文化区比较小了 就一个文化区的内部 它还可以分 那么这样分的比较西的情况下面呢 往往有更有特色 你比如西北 那西北很大的范围 其实你仔细分的话 西北里面有的一个省里面 甚至一个县里面 可能还会有不同的分出来 因为它来的人口啊 民族啊 或者各方面 调地的环境都不同的 比如有的县里面 一半是平安一半是山区 那么平安的文化 跟山区文化 就有比较大的差别 那么另外呢 还有一些特殊情况 我们不是文化区 可以称文化岛 为什么呢 它周围多其他文化 就是那么一个小地方 它有一种特殊的文化 对吧 比如说近代 有些租界 对吧 它跟周围都不同的 对吧 你比如青岛 它一路是德国人 在那里 那么青岛的文化 你说一定要拿周围 山东的文化 跟它比呢 是好多 完全不同的 对吧 你说青岛 当时流行喝啤酒 那啤酒 周围山东人 本来喝白酒的 哪里喝啤酒 那么说啤酒拿 那是德国人传播过来的 最近的有些租界 又比如说像庐山 庐山古岭这一带全是最早都英国人外国人的鼻鼠 那么它的文化当然跟周围江西的文化都有区别的 所以它实际上就有文化的岛 而像荒岩岛一样 它是个岛周围多其他 还有一些都是 比如说我们西南有些地方 明朝曾经在那里 建过什么营 什么卫 那么它呢 这些地方的人口 都是来自外地一个地方 并且不以周围通婚的 所以时间长了以后呢 也形成它一种所谓囤保的文化 那这种文化呢 往往既不是来自他们的前来的某地 又跟周围不同 那么这也是一种特色的文化道 这是它的划分 那么大家讲了 你讲了讲 就我们现在老是讲地域文化 地域文化究竟是什么 对吧 刚才已经讲了 简单的讲就是 一个空间范围里面 它跟周围不同的 有它自己特色的这样一种文化 那么具体到底反映什么呢 我想尽管这些地方千差万别 但它有几个重要的因素 是一半都有的 那么第一个特点是什么的 第一个特点方言 我们中国的方言是千差万别 特别是南方 我们浙江人 以前杭家湖 称为夏三湖 杭州家姓湖州 对吧 那么其他呢 宁少金台这些呢 沿着这条线以上叫上八湖 那一般讲夏三湖的话呢 基本上大家 即使有些发音不同啊 用性子 那基本还听得懂的 上八湖你得听不懂啊 特别什么金话义乌这也得 所以我们小时候说 你这个都说话 东洋 我问的像东洋人 这个东洋不是日本的东洋 这些话就是我们夏三湖的 那上面都听不懂 那么实际上你到上八湖去呢 他们夏三湖之间也听不懂 甚至一个县里面 也听不懂 这方言 那么南方呢 下面的闽南花 广东花 这些都有字 往往都是不能够通话的 所以你讲第一个文化 你一不开这个地方方言 那么尽管北方现在好多方言 没有那么多特色 这什么道理呢 因为作为一种语言 它产生人际的交往的权 对吧 那么因为大家都同样的语言 没有主要的进行交往 有这么一种媒介 时间长了以后呢 就形成一种共同的文化心态 这文化啊 它的妙处就在 它离不开人的活动 不要把文化多解释了过的 就是我知道文化 其实它也是跟人联系在一起 跟人的活动联系在一起 才成为文化一部分 对吧 比如我们喝茶 我们讲茶文化 现在有些人不懂 讲茶文化呢 就讲这个茶叶里面有什么成分 产在哪里 这个就是茶叶 不叫做文化 什么时候它成为文化呢 人气和它 以及人气和它以后 产生的感情 产生的形成的生活方式 以及它的社会影响 这才叫文化 对不是茶叶生产的过程 对吧 实际上大家知道 茶叶的价格 绝不仅仅是它里面 含有多少有益的成分 或者怎么样 往往到了后来 相当一部分是 这个茶叶的精神的意义 比如这个 这品的茶 这个茶卖到一万 这个茶卖到十万 你说卖到十万的印象 或者是它的十倍吗 不一定 这个就是 对吧 所以你现在用一种同样的方言 时间长了以后 大家就会产生共同的文化心态 相反的它这话我听不懂 我就首先 就很自然的 就把它排除在我们全外面了 所以它有这个作用 那么你说 正常的人人际交往 离得开语言吗 离不开 对吧 不大可能以书面为主的 所以中国书面语言多一字 但是呢 口头的表达的方式 那么这里面就方言 因为这个方言呢 它 主要 为什么大家讲 那么我们现在流行普通话 古代为什么中国秦始皇 又本事统一文字 但没有办法统一方言 什么原因呢 因为那个时候 信息的传播 都通过人际交往 不像今天 我们可以通过电话 通过各种 网络 可以通过声音以外的 机械的 或者是电的 这些方面的传播的 对吧 那么你写的书 秦始皇班的招数 他可以搬到全国通行 当时秦始皇的话 除了当面听到他人以外 能不能传播到全国呢 传播不了的 对吧 所以为什么你看 北方的方言 相对讲 方言比较小呢 或者我们行 这这样的 为什么平原地区 因为平原地区 人机交流比较方便 所以时间长了以后呢 为了相互听得懂 大家都改变自己的方言 比如这个音呢 我们慢慢发音都一样了 那么这样的这个 就形成一个大的方言区 但是呢 南方山区 因为有的人是一辈子三里 从来的城里没有去过的 那么你说他怎么会学你外面的话呢 他时时代的讲到自己的话 对吧 那么当其中一部人迁到其他地方去以后呢 他年轻人不可能把老一代的话都带过去 那么他呢 把大部分带过去 又碰到新的石 西夏新的 他又创造一点 那么又形成一种新的方言 所以他主要是受到自然环境的影响 所以南方的方言呢 多于北方 南方的方言之间差别呢 也多于北方 还有一个原因呢 就是现在南方很多人 他的祖先都从北方迁过来的 但是呢 是不同的阶段迁过来的 那么不同阶段迁过来呢 往往是带来了不同阶段的北方的方言 而北方本身呢 又随着外来人口的增加 特别是湖人 少数民族 来自北方的人 西北的 或者外国 这些人来了以后呢 大家都不得不 做不做不 采用共同的方言 所以北方反而古代的方言保留没有了 都留在南方了 所以随着人口的流动传播呢 就不断的形成新的方言区 我们今天嘉兴也好 我的出身地方 胡作这一代也好 我们的方言很多都可以追溯到这个古代 但是普通话呢 已经追溯不到了 为什么 现在的普通话 包括明朝清朝的北方官话 它保留的古音不如南方 你为什么呢 你看 我们就像援朝明朝前面的蒙古人进来了 在前面女真人进来了 以后满洲人进来了 再找脱缺人进来了 你看还有再找的话 凶奴险辈 那么这些人来了以后呢 他们本来都是 讲自己的方言 自己民族语言 但是因为他要统治这么多的汉族 那么他不得不改变 但是另一方面呢 汉族为了接受他们的统治 这种做官的也不得不有所改变 那么这样改变的结果呢 就往往就是形成一种新的方言 取代了原来的 如果这个道理大家觉得还不大弄得明白 那么很简单 我们做个试验 请你拿嘉兴话念一首唐诗 然后拿普通话念一遍 普通话念的往往不要运的 但嘉兴话念基本上都要运的 什么道理呢 因为无方言 比较接近唐朝的话 比普通话更加接近 我们现在普通话讲生 已经中国古代 平上去若 有四生 但普通话若生已经没有了 所以在座的各位 如果你们喜欢写旧体诗 要讲究平平这这这这平 那么你还是不要拿普通话念 拿普通话念你不知道哪里是若生 但你用嘉兴话来念 那么若生你就分得很清楚 这是若生 所以你凭这就不会弄错 所以这个大概也是 近代南方的人 南方诗人比非常多 大概也是这个道理 我看这个比较容易掌握这个凭这 那么这个方言还有什么作用呢 不就知道 既然他是一种人际交流的 这个一种媒介 那么往往就以方言为基础 形成一种地域政治集团 政治家也是人呢 他如果跟一个人讲话 老是听不懂中间一些翻译 你说他会跟他讲最核心 最机密的话吗 所以他总要用一个至少听得懂自己话的人 或者最好良人交流 人家听不懂的 对不对 那么这样的话呢 往往对自己的同乡 特别是小同乡 特别要拉他来作为自己的政治上的盟友 或者下属 所以时间一长呢 在中国历史上就形成一个一个 以地域发地域 政治集团 这些政治集团 维系他们的当然是共同利益 但这媒介是什么呢 就共同的方言 而毕罗说西汉守 在汉高祖刘邦 刘邦老家是江苏丰县 后来迁到沛县 所以刘邦手下的人都丰沛故人 不是丰沛就是沛县 他一大帮人支持他 樊快啊 萧和啊 朝生啊 这些都是权势 都是尼裁 都是丰沛故人 外来投靠他的一些张良什么 那是因为本领特别大 对吧 基本上都是自己的 那我在想象呢 他们当然我们现在不知道 他们究竟讲什么话 但是肯定他们讲的话 直接没有几言障碍 而外来的人呢 也许就有几言障碍了 那么等到他们 刘邦一旦做了皇帝 那么他封的工程里面 好多都写清楚 是故人 老家 小同家 那么唐朝呢 就形成一个所谓官隆集团 官是什么地方 今天陕西那么关中 因为唐朝前面呢 是谁朝 是北朝 北朝时候啊 这个北魏呢 分裂成为东魏西魏两部分 相当多一批贵族大将跟着皇帝 从关东陶到关西 他们都登记为观众节 把节观都改成了 三期都关成今天的 就是观众 这是一批 另外呢 隆西 因为什么呢 因为唐朝的祖先姓李啊 是错在隆西的 从他始祖李虎开始 也都传下来 所以当时隆西的李氏 门庭高贵 那么这样呢 隆西人跟观众的结合 所以唐朝前起 一大批大臣 工臣全是 不是观众人 就是隆西人 形成所谓官隆集团 到了后期官隆集团慢慢慢慢 锁不住了 但是呢 他为了对抗其他地方的集团 他们往往还是保守团 这个控制唐朝很长的一段时间 那么他们的基础什么呢 那也是地狱 地狱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方言 那从宋朝的时候啊 就出现了所谓男人北人 我刚才讲的经过五代时 一个动乱呢 大概我估计当时北方人的特色 已经地方特色很少 为什么呢 五代里面梁唐进汉州 五十四年换了武朝 这个武朝里 五代里面呢 有三代都是 不是汉人 李克勇这一家 撒脱人 对吧 北汉的刘志源撒脱人 这个唐 这个唐 进 汉 这个唐 这个 这个就是梁是汉人 其他这几个都都是撒脱人 撒脱人都去了那一支啊 对吧 而且当时还有其他各种少数民都认了 所以最后结果呢 北方的都差不多了 到了宋朝北方人的话 没有什么区别 但是南方人他们很急 所以据说 赵匡英曾经规定 这个宰相不能够用男人 那么其实什么原因呢 他觉得南方人讲话都听不懂 肯定有坏心眼 而且也不要 所以认为南方 特别是他们基福建人 福建人说话像鸟叫一样 鸟语他们认为 对吧 所以你看王安是变范 这个 当然这个变范从根本上讲是一个 不改革的斗争了 但是呢 反对他的人 以北方的围着 司马光 山西人 这些人 对吧 都是这个 那么王安是本身江西人 江西人已经被认为是男人了 所以北方的男人的 这个都是小聪明 这个人不厚道 寄谋太多 他被服建人了 他用了李慧琴服建人 更加不被认及 所以这个南人北 所以南人是很难在政治上面进入最高层次的 这个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话 方言 对吧 因为这个方言就怀疑你对他的忠诚 怀疑你对他自不争认 怀疑你们用你的方言在说他坏话 那么这个政治上就男人北人自质 一直到南苏的时候 没有办法 南方人太多了 这个界限才慢慢开 南方人才能够有资格掌握 找到这个进入这个政权的核心 对吧 那明清时候呢 你们看这个太监 这个太监是专门产的 即使河北县县这一代太监是最多 什么道理呢 这个太监有个基本条件 皇上太后娘娘又听得出你的话啊 对吧 你南方人怎么去这话都听不懂啊 我的主角绍兴 我有一次看那个绍兴的名人一番 李连英 我说这李连英怎么绍兴人呢 后来一查李连英主角到底去绍兴 但是问题李连英自己 那肯定是一口普通话 一口普通话 否则实际他有怎么弄了绍兴人在边上 跟他讲绍兴话实际他有怎么听得懂呢 对吧 所以当时有些人要做太监 除了要严格以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 要实在是外地人 不去想做太监 就要放在这些人家里调教 要等着你掌握一口标准的金骗子 能够才能够进攻 所以他也有强烈的地狱 那么由此你想到呢 你这个本身的大臣的什么 更要怎样呢 明朝时候有一次皇帝要提拔一个人 进内阁 那个就是皇帝的相当今天那个书记处吧 就处理的尝试的 有人反对 反对理由什么呢 他南方人 你话你听不懂 对吧 皇帝不相信 所以我来听听看 就果然听不懂 好了 上不要用不要用 所以这个 这样死去查了就是这个政治集团就形成了 对吧 那我再举个例子 清朝的时候 大家知道 有个很有名的大臣翁同和 离文这不远 江苏常说人 翁同和必称为两朝帝师 同志皇帝 光细皇帝 都是他去教他们 四处五经的 都是两朝两皇帝的老师 那么有的人觉得奇怪 他这个翁同和是常说人 常说话 我们上海人听起来都不太懂的 他怎么做 其实你再仔细一查 原来他主节虽然是上市 但他家世代都是大官 是在北京长大的 所以他才能够做两朝帝师 要真正翁同和是一口常说话 他做不了的 对吧 所以古代为什么用官 有的时候讲看你哪里能为什么官呢 那就是因为这个方言是个重要媒介 那么到了近代呢 我们看我们讲北洋军阀 为什么叫北洋军阀呢 他们原来都北方北洋 这个军部队里面出身 所以叫北洋 但他内部呢 分成直系 晚系 凤系 为什么这样分呢 就是跟其他什么地方人 段祺瑞 合肥 人家 而且到了明朝清朝以后啊 甚至已经这样了 这些著名的人物不叫名字的 就是哪里人 言说 江系分一人 那么成为分一项 他作成一下的 张居正是湖北江陵人 那么有的就成张江陵 或者就江陵 你就知道 这就代表 代表张居正了 那么像段祺瑞呢 你成为合肥 断合肥 或者就是合肥 那么再早一点呢 李鸿章淮军 李鸿章也是合肥人 所以如果你在书上看到清朝合肥像 因为他想起位置像成像嘛 那么就是 李合肥就是你 所以那个直系呢 就是今天的河北当初叫之利 像冯过章的什么 这些人都直立人 所以他们就是秦成 曹昆什么这直系军阀 那么 晚熙的呢 就像段祺的这些人 那是这个安徽的 对吧 那么就是晚熙的 包括习书 正干什么这些 那么 奉熙的呢 那么今天的辽宁 那个叫奉天 张作霖 张学良 他们 这就是奉天 到这个北洋的时候 还是根据 这个地方来的 那么到了国民党的时候呢 这个地位也是很强烈的 当时有计划叫 胡州的军 中统 江山的军统 奉化的四位官 胡州 因为陈英诗的子子梁子 陈立夫 陈果夫 都是胡州人 那么他中统系统 中央委员会调查统计室 那么这个中统的人呢 他能用 首先第一考虑 用胡州人 所以有计划叫胡州人 那么戴利呢 是军统他江山人 所以他的骨干 都用江山人 或者江山附近的 那么蒋介石呢 是非要宁波仁而起 宁波仁也起 他已经很亲密了 但是要用凤凰 他自己凤凰人 他身边的四位官 主要是凤凰人 因为不是凤凰人 闹过笑话的 据说蒋介石有一天 早上出门 他想起他手帕没有带 那么就说 跟四位官说 你给我拿个手帕来 那么他用凤凰王家 把我拿过来 捐斗过来 捐斗 那么结果四位官 听了去拿过来 砖头过来 当然这个就 闹笑话了 他当然很生气 这个 金耀手 没有什么听错怎么办的 所以他原则上都要奉华人 那么这里大家看 除了语言以外 因为时间长了以后 就认为说自己方言的人 会更对自己 为忠诚 还有产生这样一种文化上 这种感觉 就一种亲和的感觉 有了这个基础 那么同样一计划 同样一件事就比较容易办了 所以这个呢 你们要了解中国过去的特点 这很多 对吧 那么到了当代有没有这个特点呢 我不知道还有没有 你们给我研究当代 我是研究历史的 对吧 至少到了近代 这个公民党方面 共产党方面也不会没有 即使有一次何禅公就说 中央委员会不是湖南同乡会 中央委员会当初那个湖南人特别多 对不对 那么其实呢 这也是免不了的 这个今天 所以呢 我们现在有些地方说 我要恢复地业文化 保护地方方言 这个当然也没错 但是呢 有一点大家不要忘记 中国要是完全过分的强调地业文化呢 这也有他不利的一面的 对吧 要是秦始皇当初没有统一文字 当然秦始皇不同于其他皇帝也没统一 那么这个今天就没有中国 就肯定分裂成好几个国家 像欧洲一样了 对吧 因为大家有了共同的基础 所以你看连在越南朝鲜 历史上都可以去统治 而这些国家要搞独立 他往往采取一个步骤 就改变文字 所以法国人他到了越南 那么就马上帮他们赶快推广 拼音文字 对吧 但是呢 方言上讲呢 越南很多边境我去过 那跟广西没有什么区别的呢 所以他们方言是有亲和的 但是文字一改变呢 这个基础也就改变 所以这个第一个文化呢 我认为第一个特点呢 这个方言 这个很重要的 那么第二个 这个方言的特点里面 大家还要注意 方言又是很多地方艺术的基础 比如说我们地方的戏权 权益 这个就是方言的产物 离开了方言不能演的 对吧 刚才有的人采访师 记者采访问我 上海的周雷伯伦 他其实主要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他是用方言 那么这个方言又加上普通话 就设计 设计了现在上海 新来的一批年轻的白领 那么他们呢 既想听上海话 同时呢 又希望有普通话的解释 甚至老年人就 这个一半 我们都知道的 他们不知道 对吧 这个就是 所以你看 现在为什么 现在这个地方的戏权 现在都流行不下去呢 因为年轻的都加普通话了 对吧 甚至上海好多年轻人 他连上海话 地道上海话都听不懂 或者不愿意讲 认为太土 那么既然这话都土嘛 这个艺术更土了 而以前呢 比如我 以前生活在上海渣北 有很多苏北人 那么他苏北人呢 一部分人专门听杨卷 我们是扬州人 他要听杨卷 那另一批人呢 不行 他要怀卷 他怀恩怀恩来的 他又是一个 对吧 所以这个 这些人 以前一批 那么 上海人的工人呢 最喜欢听傅卷 还有一批人呢 都喜欢听约界 浙江人 浙江人当来是少兴喜 对吧 所以但是 而且约界呢 又凝合了上海人的需要 做了很多改变 所以他这些都记住 等到这些方言 全没有了 那么这个 这种语言 也就很难 很难传播了 很多缺义 所以为什么现在有很多地方戏剧缺义传不下去 就是因为他们本身的方言的缺乏了 那么他呢 这些艺术呢 往往流行于同一个方言区 如果要跨方言区以后呢 他就只能产生新的品种 比如我们现在知道 金决最早是徽班 是因为200多年前 乾隆皇帝 要跟他祖母太皇太后作寿 那么就像 等于今天文化部调研各地的 他就调全国各地的戏班 和说 那么徽班也到了北京 但到了北京 又徽班一演出的身受喜爱 那么就留下来了 那么留下来 你不能再多次徽州的 那么又跟汉阙跟吉他去结合 里面有很多呢 又比北方的北京一代方言所期待 那么这样才形成金决 如果他还是连锋不动地徽班 那不行 要改变了 所以我们现在看 一个 比如说 那黄美西 那么汉阙 还有这个 比如川阙 他一般都在他本身方言区里留的 如果这个方言区的移民走了 他可能就把这个集团就带过去了 这种流行了 你台湾的歌仔系 什么地方带过 福建带过去的 因为福建的移民到了台湾 那么歌仔系也跟着到了台湾了 所以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么第二个 第一个文化特点呢 是吃 是饮食 民意识为天 一个地方上就有该有地方的自己特殊吃 但是这个吃 各位请注意 它是自民间日常饮食 而不是官方的富人的特殊产的饮食 什么原因呢 官方的饮食 富人的饮食 或者特殊产的饮食 它可以不屑公本 比如最有名荔枝 唐朝杨贵妃 要吃岭南的荔枝 那么 产今天的西安不产荔枝 怎么办呢 就是规定 南方产的荔枝 用快马一层一层的送过去 以能描写 有些马都奔得累了 累死 但是荔枝还是新鲜的 对不对 清朝皇宫里 要吃江南的食鱼 食鱼采在长江里面 怎么办呢 就把食鱼包起来 周围有木材把它蹭在上面 既有保持水分 但是又不得太多 然后呢 就快马送到北京 但是一般老百姓行吗 不行的 一般老百姓只能就地消费 但是人呢 都有这个特点 吃饱了饭 总的还要改善改善 那么靠什么改善呢 那做出各种点心来 做出各种菜来 但是呢 一般的民间的饮食是不可能不屑工本去用外地远地的原料的 就是要用只能用干货 新鲜东西不行的 所以我们看一个地方的特色 比如说北方一面是为主 南方一米为主 那是很简单的 因为是当时重粮食 这个那中不过来嘛 应数当然应数增加成本嘛 所以民间的饮食才是最低游文化的一个狠状法 所以它是当地的 我这为基础的 适应了当地的环境 比如说米油的吃米为主 面为主 卢品肉鱼 对吧 那么另外呢 还有什么辛辣酸甜咸 也那各种办法 大家注意 我们现在真正有地方特色的饮食 往往是长期无知匮乏 一些贫穷的结果 比如摘了一个猪 舌兑一下吃掉吗 那么商品经济不发达 不像现在都是商品化的 那怎么办呢 那要腌 那么有些地方呢 腌还不行 那么腊 做腊肉 有些地方什么呀 你看所有我们今天这些 往往是早期的时候 一种偶然的因素 或者不得已的因素造成的 对吧 古人有的东西吃不掉 后来发臭了 味道还不臭嘛 那么以后就自觉的形成 吃着臭的食品 对吧 那么淹到后来 有时味道这个对 对吧 那么各种各样 比如这个我到台湾去 人家老是吃客家 什么客家小 我对不起吃不起 那客家吃硬是硬的不得了 这客家的其实非常介意的了 所以他们什么东西都舍不得吃 也做真正干 那么以后现在变成客家小草 那个干气是多 也被牙齿不咬都咬不动的 对不对 很多东西都这样 那你比如现在吃个什么 山菜 烟菜 有什么好东西 我们小时候家里到了冬天 现在这个季节 买一缸菜 撒上盐 烟他也高 这个对吧 因为家里这个 像我小时候念小学就叫我 光我脚进去踩 就是女人是不能踩的 对吧 男孩子进去 放上盐踩的 然后放上去个大石板 那么明年一直吃到夏天 吃到里面长去 这都是节俭的办法 不对 为什么呢 在古代没有办法保鲜 没有办法储存 没有冰箱 对吧 没有保鲜技术 但是呢 人总要生存 但时间一长呢 就形成了很多 既能够长期储存 又有多多风味的菜 又比辣 很多人以为那是中国古代如此 其实中国古代辣椒 不是现在辣椒 现在辣椒是明朝以后 从外面传播过来的 是减产的是美洲 跟玉米亚洲一样 都是美洲传来的 但是一传来以后 在南方好几个地方都普及了 以至现在形成 所谓不怕拉拉不怕 啪不拉的几个省 明明是外来食品 为什么成为地方 那么因为它适合了这里需要 这些地方一般都是比较潮湿 比较炎热 那么这样的情况下面 那么这个辣椒呢 既有抗菌的作用 同时更主要是 适合了穷人的需要 对吧 所以这里 大家考察一个地方 路过民间饮食 一定要看普通人 穷人 而不要看富人 比如川菜 大家都说川菜 这特点是什么 是辣 其实悄悄下反 四川一位美食家 后来在上海的告诉我 好的川菜 富人吃的川菜是不辣的 你看这么辣他吃的多吗 一个宴会连着一个味不辣的 有什么好 对吧 因为这个人是扎达千的亲戚 他告诉我扎达千做的菜 你不要以为他好的菜不辣的 辣是穷人吃的菜 特别的非常辣的 什么毛肚火锅啊 什么这些东西啊 这些 这都是当时穷人 是用的 都是租的下脚下水 富人不用 那么他们 那为什么吃的很辣呢 其中最辣的是一批拉签的船工吃的 这批冬天都吃剩裸体的 在水里面在拉船 那么不这样吃就行吗 所以吃的很辣 而且呢 用的都是最便宜的 租肠子啊 什么批亚林家 等下 慢慢慢慢到也形成 做很多好吃的东西来 所以我们这个 看这个 很多饮食呢 它为什么地方特色那么强呢 就这个道理 那么还有呢 以前因为保鲜技术不强 有些东西本地产力 不消费就坏了 所以千方百家保存下来 这样也形成了很多地方特色的饮食 那么还有呢 时间长了以后呢 这个饮食不仅是 我们讲的饮食文化 不仅是这种饮食本身 而且包括一种进食的方式 比如说 这个北方 很多民族以前蹲的 这个传统保存着到现在有些地方还是蹲的 当然现在改革开放以后 条件好了就不同了 所以我们现在要考察 这个地域文化很多已经消失了 什么原因呢 因为现在我这条件好了 我记得我有一次到淮北 一个县城去 这个几十年 四十年多年前了吧 大概四十年前 跑到里面 那个食堂里面灯火也不亮 我坐这一个公司的食堂 怎么所有的凳子上 钱是那么厚的一层泥巴 我说这么很奇怪 你们这些人就不弄干净吗 后来一看 还有人没吃好饭 原来他们这个凳子不是做的事 是蹲在凳子上面 两个脚就踩在凳子上 是这样蹲着这么吃饭 后来呢 这个苏鸡的情况吃饭 这个灯光太暗 说到外面去 拿到外面面前 这里放个酒 那里放个鸡 然后蹲在那里跟我们讲话 我们也不好 等蹲了半天 它酒 鸡还没喝完 我都推进 受不了了 就算了 他们就喜欢蹲着这么吃的 那么其实呢 最早的北方的胡人骑马就是蹲的 所以他们就是蹲惯了 蹲到后来 有些老人啊 怎么觉得太累 那怎么办呢 弄个小木棍 什么垫在后面 时间长了 这方面作剧 那我们汉人的作物 是跟他们学来的 对吧 那么有的螃蟹做的 那么菜呢 有的是这个 要要要这个 一汤 什么水些 什么一汤为主的 有的先吃汤 有的先吃饭 但这里面讲究呢 其实没有那么多讲究 除了生理上需要以外 很多也是因为 当时的经济条件 比如第一次到温州去 温州人请吃饭 他很好的宴会 上来就是先吃主食 先吃炒粉 先吃面条米饭 我说怎么又这样吃饭的 我们家庭跟我们 胡说差不多吧 总是先吃饭 再喝汤 最后最后再煮 对吧 先吃 他先吃饭 他们说这是我们的封锁 我说我明白 你们因为已经太穷 怕吃不饱 上来先吃了再说 对啊 而且还有一个特点呢 我也知道 就是现在的客人呢 把这个米饭 什么吃饱了以后呢 或者炒粉吃饱了 那么少吃一点肉和菜啊 什么对吧 这我们都是这样的 请客弄个盆 什么高丘碗 看看一大碗 其实薄薄的一层 又要面子又能够省 就是很多多这样种方式 对吧 那又比如说喝茶 你到北京啊 什么都请你吃花茶 对吧 我们这里就清茶 其实很简单 因为北方的水 水则太硬 所以泡这个 清茶呢有味 但是花茶呢 就盖掉这个味道 其实花茶往往是 不是很好的茶 才放点茉莉花 放点花 好的茶也水源的方法干什么 但你真正的好的茶 到北方的好多 找不到好的水 就是这个道理 那么到了游牧地方呢 全部是奶茶 大家都知道 这一点是北方游牧民族 离不开汉族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为什么 本来他们从来不喝茶的 唐朝以后 茶也慢慢慢慢采到的 但一船到那里 他们再也离不开了 因为他们平时饮食 是比较多的肉类乳类 喝了茶以后呢 很舒服 所以再也离不开 但是他们喝茶 那比北京那些东西 所以跟着 所以他们一开始写冠语 慢慢就放上了奶 所以现在呢 我到西藏新疆 我也到过什么 蓬叶高原上面 它是库鲁干 那么还有呢 西藏最高的阿里 然后呢 蒙古 内蒙这些东西 通通都喝茶 都是奶茶 对吧 我到阿里那个地方去 有些地方县城 差不多五千米 他们告诉我 你多喝奶茶 可以减少高山反应的影响 我开始也不得爱喝奶 他们这个奶 又不像我们这 那股味道 对吧 这个茶们融得很 但是后来 每天喝两杯 早上是不错 所以我想呢 这个饮食 也有它地方的特色 所以到了俄罗斯 他喝茶不放奶 他放红糖 他放糖 对吧 那么和西方的 往往是放糖 那么这个茶 最早也都是 通通中国散播过去的 所以你看 连这些进食的方式 包括这个都会不同 这个特点在哪里 也是地方特色 对吧 那么问题是这样 我们现在人口迁移了 能不能保持原来饮食方式呢 那么这个要起解地理环境 比如我切罐吃米时 到这里放 现在买得到米 那么照样当然可以啊 现在北京超市里 什么东西都有啊 但是以前的话 你到了北方买不到米了 或者计划供应时代 不供应米了 对吧 这面粉已经叫稀粮了 它供的粗粮 那你照改变了 那中国古代的移民 大多数都是穷人 那么他到一个地方呢 他没有办法 只能迎合当地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那么多 地域文化改变不了呢 因为他穷人 改变不了你了 富人就要改变了 比如东京的时候 北方的皇帝跟大臣 逃到了南方 住在今天南京这一代 他们平时吃惯面食 到了南方吃米非常不习惯 但是呢 北方已经回不去了 那里面应不过来 后来就下令四种小麦 那胡作这一代就开始种麦了 嘉兴这一代还轮不到 什么道理呢 因为从南京那里过来嘛 先到胡作这一代嘛 对不对 后来种下来不行 种不好 所以慢慢慢慢 他们也没有办法 所以在南京这些贵族皇帝呢 都开始慢慢慢慢 都给病人吃习惯了 是这么道理 那么相反的 那有些人开发南方山区 那他就把粮食带过 也能够种 那么就可以保持原来的条件 比如说福建的移民 闽南人跟客家人到了台湾 那么台湾也能够种稻米的 而且福建能种的台湾都能种 所以他们的文化 包括他们的饮食习惯 就言风不动都带过去了 这是一个饮食 那么第三个特点是什么呢 是民居 房子 为什么这个福建筑就要加个民居呢 这里跟饮食一样的 官方建筑 公共建筑 既视性的建筑 这个不能算 为什么 因为这个有一定规格的 你造个庙 前面要三门 然后大殿 后面是长津阁 他有他规矩 你一个清真寺也有他的规矩 上面有个宣礼塔 一定要有这个塔 这是他宗教的需要的 那么官方的建筑呢 比嘉兴 秀水是县 那么县衙不能超过府衙 你到了杭州 巡护衙门 总督衙门更大 对吧 这有规矩的 今天大概一个县政府要超过市政府 大概做级委大概要来看看 对不对 都一定的规格的 而现在中央规定办公室 拿一些干部原则上多少平方米 对不对 当然现在有的超过 自己超过制度了 古代也有 但这个是要查处的 但是民间的建筑呢 我这里要不采摩料 我非要搞木头建筑可能吗 不可能的 对不对 上海以前称为万国建筑不难管 为什么各国家的建筑特别西方都有 你去查查看这是什么建筑啊 这都是富人的建筑 或者公共建筑而不是一般普通老百姓的建筑 所以我们讲一个地有特色的建筑呢 主要是指普通老百姓 指民居 不能够拿出其中官方的建筑 或者是什么公共建筑 即时性建筑 宗教的建筑 不能拿这些出来 这代表的 那么因为民居 它有两个条件 第一要适合当地的气候条件 你看南方很热地方 一般仓户都开得比较大 要通风 北方冷的地方 床比较小 门要开得比较紧 为保暖 对吧 这个就是激励环境 那么多雨的地方 你不能一般不坐屏屋顶 屏屋顶手流起来 不行吗 但是你到整年无雨的地方呢 我到非洲去了 屋顶都没有的 几个草边就行了 当当太阳就可以 从来不下雨的一些地方 对吧 第二个呢 要为平民所能够承受 你有的材料 虽然当地又太贵 它不行 它有便宜 它要一般人都盖得起 用得起 修得起 所以它有强力的地方的特性 比如说 我们远古 我们到河姆渡马家邦文化的时代 到梁畜文化的时代 这一代的房子 如果有的话 都是甘蓝式的建筑 什么叫甘蓝式建筑呢 用摸头或者坐头 搭成一个架子 房子在上面的 为什么 这一代的水很多 当时东海的海平面 有的时候比现在还高 那么这一代呢 有的时候海水倒灌 所以经常是有水 那么下雨呢 雨水也多 所以一定要这样的建筑 甘蓝式的建筑 今天比如乡西 那些吊脚楼 为什么这吊脚楼呢 它搜在河边上 但这个河水变化很大 有的时候河水很高 有的时候河水很低 那么怎么办呢 就用打着木头撑起来 像吊脚 把这个楼搜到上面 但它为什么 那么既然这样 不要离开 离开就不行 要用水 而且要开船呢 所以它不像我们现在 这一代的河 水位变化不大 所以我们这个桥石就在下面 前面后面就给他们就做吊脚楼撑起来 另一方面当时木材很便宜 有的木头 现在去新秀的吊脚楼都没有木头 弄个什么水衣住之很难看 就是这个道理 对吧 又比较还有一地方 像广东啊 这个广西啊 都是骑楼 为什么叫骑楼呢 它这个马路上面都上面挑出来 下面像走廊一样 那么上面是坐人或者那么这个店家的门口都有这一片 这一片很重要啊 因为那个地方多雨 太阳又大 对吧 如果你门口没有这个东西 下雨人家就走过了 现在下雨可以躲雨 那么看看生意就好了 对不对 那么还有太阳挡住 那么你这橱上也没人看 如果上面有这么个棋楼呢 那么大家可能躲太阳躲下雨都会进来 另外呢 因为地皮贵 所以这样撑个棋楼顶上的照样利用 叫借天不借地嘛 对不对 它有个棋楼 那么北方呢 那个窑洞 但窑洞不是什么地方都能打的 窑洞一般要这个比较这个 有的以前这个连什么打的窑洞打的不好 就它下来 那么窑洞里面呢 要要寒水比较低 这个比较干燥 对吧 另外这个土结构呢比较紧灭才能够动 有些地方石窝 全部石头 到什么程度 连顶上干的碗片都是石板 那么这个有个特点就是 要这种颜色比较片藏结构 那么你打下来正好盖在上面 你弄一块方的你怎么办呢 大理事你也不能用啊 所以它一般都正好是这样的 我记得以前在苏北往北 要走到那个观银县 大衣衫这里也带很多房子就这样的 就下面石头砌的 连屋顶都是一片片的石片当挖片的 那么还有一个碉楼现在名气很大 碉楼是世界文化遗产 那么为什么造个碉楼呢 对吧 当时我到广东去说是 不伦不内不中不西才成了世界文化遗产 他们气得不得了你说我没有文化 我说就是没有文化有文化 就不找碉楼了呢 什么道理呢 因为那些华侨出国 出国们挣了一点钱 挣了一点钱呢 当时的目标要回来 龙广要主要好好造个房子 偏偏这些地方呢 倒费横行 你华侨回来都是人家盯着你有钱吗 那怎么办呢 一要炫耀 一要防盗 那么想出来就造成了碉楼 造成像碉堡一样 下面很厚的墙 不开仓 然后好的房子造成顶上 对吧 那么他们呢 既不像造一个典型的西方剑 他们也不懂 那么但是又想炫耀 那怎么办呢 就现成了西方的这个哥特色的 这个什么色的 就起兵八臭 就搞成这样很奇特的这种房子 这种房子积住质量不高的 你看门都没有 有很小的门 要楼梯上去 这又是这样碉堡 又是这个楼 那么它是一系列的条件 倒费横行 如果自然很好 没有必要造这些 如果那些移民真的文化程度很高 那么要造一个典型的气派的中国式建筑 要么造一个典型西方建筑 不会什么不中不西的 对不对 那么龙光药主呢 他又没有回来 解放一个人都跑了 又放一个楼 那么偏偏这些地方呢 很穷 也没有去办什么乡村企业 也没有把它拆迁 就保留下来了 所以它是很典型的 一个这种地方文化 各种因素的产物 但你要说它一定什么先进 什么了不得 这也是 这个这个 所以很多人不懂世界文化遗产的特点 它不是说一定什么都好 它有特色 对吧 你如果当初学了西方样子 造了典型的罗马式建筑 今天进不了世界文化遗产 而这标楼恰恰能够进 所以它有地方的产物 还有呢 土楼也是这样的 对吧 有的人说土楼反映中国人积走而居 那么浙江东阳也有积走而居 卢宅 对吧 也就是这个 孔斯家族也积走而居 那为什么不早是这样呢 其实大家忽略一个情况 就当时福建 福建长期来都是耕力有限 深层斗争非常激烈 不仅有土著跟客家人之间矛盾 就汉人之间土外来的耕斗也是矛盾 对吧 而且这些地方都是山高路险 官府管不到 有的山不管 那怎么办呢 那么基督而居的同时 又把它做成一个像军事堡壤性质 所以往往是个大的圆的 底下厚厚的墙 厚厚的门 然后呢 这个上面窗都开的二层三层 聚着而居 而且这一带有很好的土 所以呢 都是土雷起来的 又缺少砖 缺少石头 还能正好这样 当然一个戈壁土楼 不是土楼是哪十块留钱 这个比较少 对吧 那么这样的聚着而居 还有呢 客家人的围窝 对吧 那么再呢 有徽派建造 徽派建造 不仅在徽州 到江市 这些伸手 这些带 靠近徽州这里 也都很多徽派的建筑 对吧 徽派建筑一般这样比较高 因为什么他主人 往往都在外面发的财 徽杀 而且呢 他往往这个建筑呢 也有带有悬要性质的 表示 证明自己的身家财产 所以往往的操作 他实际的使用需要 那么更典型的 还有上海的斯库门 很多人不知道 斯库门不是中国人想出来的 斯库门英国人想出来的 是因为当租界里面 涌到了大批的 有一定资产的难民 太平天国在这一代 这个家 现在平旺是一个太平天国 经常争夺的地方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造成江南的很多富人 也都纷纷逃逃到租界 逃到租界 租界能够增加 要造房子给他们租啊 那么英国当时就想出来 参考英国的连排式建筑 因为我们中国人本来造房子 你们看都是一家一户这么造的了 有的是两家人家 这个墙跟着很近 差一点碰到了 对吧 造一两家人家 那么英国人呢 就是这样比 英国的建筑怎么样 一条街 两条街 这一派房子从头造到底 中间都有一多多墙 这墙边都是公用的 这不是积极的地方 又借建筑材料 对吧 那么 他英国的连排建筑 这么一排 钱或多草坪 那么中国人不喜欢这样 他设计的中国特点 建筑是连排的 但前面呢 给你看出个小院子来 院子很小 天井 对吧 那么院子 但是呢 前面坐着黑车的大门 也张上门槛 是那些地主啊 只想到家乡老家 这个某某公馆 你可是很好 门很厚 但里面院子一点点 然后呢 可他 就用这个方式 以后这样不够了 再给你加个厢房 西厢房 再加个东厢房 你一排 这个斯库门不够 给你三斤 拿在一起 这个就满足的希望 所以这个斯库门房子 是中西厢房 以原来英国人 他的建筑为主的模式 结合中国 他点发展起来 这就是个上海的事 以后呢 江南这些带有的地方 搞到斯库门房 那多种上海学来的 对吧 那么在北方四合院 四合院 最早的四合院 也不一半能做得起的 对不对 而现在解放后 有的变成大闸院了 一个四合院做到 你去看看 现在还剩下四合院 我去看过几个 有的现在只做一半 一个院他都做不起 包括像鲁兴城买的房子 已经都是上层的人 一般也做 就卖半个院子 或者买多少 对吧 全部买大的四合院 特别大四合院不多 这个 对吧 我去看过一个中央首长 都住的地方 那个四合院 那是很典型的 那房子很多 你们做得很舒服 对不对 以后都变成大家分割了 所以有的人现在 还要保护北京四合院 这是对的 但是我说北京 如果都是四合院的话 我们其他人都跑了 怎么做首都呢 太奢侈了 对不对 所以这种各种 大家看到上面 各种建筑形式 有的是一般人的 有的是一般人 比较上层的 但是呢 他都要是以我这生活为主 同时要兼顾精神生活 他就非常强烈的地方特色 所以我们现在要讲地域文化 离不开这些建筑 民居 那么 这一个特色是什么呢 能够反映的地方 就婚上结清 为什么要婚上结清呢 因为虽然日常生活中间 大家尽量要讲究 保持元朗的丰富传统 但是维持一种丰富或者利益 他需要无知条件 要经济实力 对吧 你今天穿个普通的佛杂 很好 如果你非要保持 这个汉服 或者这个 比较什么穿旁渣 一般的话 你不能 要多花几个钱吧 对吧 通用的佛杂 这便宜 对吧 那么平时一些礼仪 哪怕你放几个鞭炮 你总得花钱吧 所以一般的在平时的生活 往往就活力了 大家就过差不多时候 但是一到婚上结清呢 往往就不屑功本 人家结婚就这一次 所以你看现在 只要想个新的什么结婚花样 年轻的马上学 本来穿西服就够了 现在中间还要换他唐章 那算父母倒霉 再跟他出钱 对吧 又做一套 这个又行 那么现在有的弄得来 这个中西和别皮 日本现在想出来 年轻的结婚 先上神庙再上教堂 这个两他都来了 日本本来是上他自己神庙 这个又要教堂两个都来 所以我看现在上海结婚禅数 还里面造假的教堂 那里拥有 因为什么呢 因为这结婚 对吧 这个可以多花点钱 那么上司的什么也是这样 所以哪怕再穷的人 他到了办婚上结清的时候 他也不得不用一些花点钱 来保持原来这种传统 甚至呢 在很远的地方 因为他这种时间缠了以后 这个婚上结清的礼仪 一种特殊的仪式 他已经跟人的信仰联系在一起了 在这种情况下面 他才能够长期的保持 所以这几年我们有些学者 经常感叹 我们现在年轻人 自己的结不过 结果圣诞 中国结人没有吸引力 为什么没有吸引力 我们现在把结清 已经看成简单的 我只消费 那么平时既然 比如过年就吃肉 那么我平时吃到了 过年有什么魅力呢 其实中国本身的结清 时间长了 有多个一定的信仰连接起来 而西方的结清 包括圣诞的时候 为什么过年 它是宗教的一部分 只要你信这个教 你当然过圣诞了 那我们以前 为什么过年 看得那么重呢 对于国家来讲 过年就是新年的开始 因为中国的英年 你看皇帝 哪怕是今年 正月里面继位的 一般的话 这个年号不能改的 要到下一年开始改年 改元年 对吧 那么这个当天 中华民国是 实际上是临时政府 是这个前面成立的 但是呢 他已经准备好 那么他1912年11号 这一天才是民国元年 对吧 那么以前的中国的国 我们叫春节 在民国以前的春节 就是一年的真正的元旦 那么对政府来讲 这一天的意义很重大 等于是新的一年的开始 万象更新 所以以前衙门里面 到年底要封印了 不办事了 那么新年过 年初几 开印 那么朝廷的一系列事情 都这个 政治上重要 那么对民间呢 其实过年 最重大一点是记住 我们现在谈聚 谈进来平时家里 一直在一起 有什么谈聚不得 这基本上最重大仪式是记住 一年最重要 要向祖宗报告 要求得祖宗的保佑 要对祖宗贡献 那么你这个重大不重大呢 所以年生的拼命赶回家 绝不是为了吃的年夜饭 一定要记住 要参加 对吧 一个祖里面新年的记住 你不在 你这个家族 就没有地位 这个都是一种信仰 那么现在这种新娘都去掉了 解放以后 记住 封间迷信 去了 那么剩下的就是大家一起吃喝 对吧 以前还有一个团聚 那么现在电话拿起来 就也 十年也不要十年了 不行放视频过去 这不行 如果探头都看得见 那就好了 对吧 以后交通方便 平时高铁了 我昨天年初二期也可以 那么你说这次过年 怎么还有什么信仰 当然就没信仰 对吧 而西方圣诞也好 和伊斯兰叫做什么 给我开载 叫给我吧 他都跟一种信仰联系在一起的 对吧 所以我们看到 现在有些人签到了很远的地方 他们签方百计 还要保持 原来婚上 去签的仪式 为什么呢 他们已经把它作为一种信仰 2007年 我到第二季师 这个中亚 我们就一到一支 东干人 东干人是一百多年前 从陕西逃出去的 当时陕西干涉回民起义 我们历史上叫所谓 陕干回乱 然后呢 左宗塘基镇压 那么其中有个将领 白岩湖带了一万多士兵和家属 就逃 先逃到新疆 后来又被追进 那么逃到哈盛斯坦 那么现在定居了已经十几万人了 我们去到一个村 这个村里面的人呢 一看就是回民 头上戴个帽子 招待我们这个回民的沙子 这些东西 但一口耳语 中国话不会讲了 他们给我们看录像 他们家女儿的时候 还整整这个仪式差不多两个小时 从做头发开始 穿那个凤冠侠批 然后怎么 母亲怎么扣 女儿怎么 然后舅舅把她抬 都一切全是山西还保留的 我说你们这个衣服怎么穿 我们有裁缝啊 因为他们讨出去人多啊 现在发展十几万 里面有沾门做裁缝的 沾门梳头的 他把他做一种信仰 尽管他们一口耳语 很多都不懂 但是一切做造 但我说怎么传的 哎 有老人指导的 对吧 他不是通过 老现在已经有罗像了 没有罗像以前 老人知道你该怎么 他们我们咱们有自由的 就听到他就是了 对吧 那为什么这样一种文化 他才异着的地方 以前基础也没有了太后保留 他有一种信仰 所以这个婚伤结庆的 往往是集中反映出来的 那么还有呢 是再进一步呢 就是民间的信仰 我们中国很多人都说 你们没有宗教信仰 其实宗教信仰 中国的确没有普遍的 是外来的 道教很难说 这是一种很完整的宗教 但是呢 中国民间遭阳是有信仰的 不能说没有信仰 信仰什么 简单讲 善有善报 国有报 这是民间的信仰 对吧 我们有很多人都以为 中国古代 或者都是儒家思想 其实一般老百姓制度 不是哪有什么儒家 什么家呢 但他先行一条 要做不能做坏事 坏事也不能做得太绝 否则呢 善有善报 欧有报 因果报应 对吧 也被自己穷 因为前世不休 所以先好好修来世 对吧 那么有的呢 比如家里生不成儿子 或者怎么样 老是天在人祸 那是祖宗没有戒得 是报应 人家有钱人 祖宗有戒得命好 他这样一种信仰 那这种信仰的话呢 往往各地 除了这种普遍的信仰以外 还有一些特殊的信仰 这种特殊信仰往往是民间的最大的起念 最大的祈求 那么就附落在一个人身上 或者一个什么神身上 所以他比宗教信仰更加事实化 更加关心现实 因为既然是有利益 他们就更加信仰 对吧 比如说 一般都是以当地的密切里也有关系的 像北方 蝗虫城灾 这年轻人已经想象不出 那蝗虫来的时候 天都黑的 全部飞满了 一片声音 等蝗虫过了以后 所有人刺痛隔离全吃光 树生下一个钢杆子 地下草木全部吃光 就这样 那么这个灾害 以前拿它没有办法了 那么所以就想出来 其实刘蒙将军是灾门治黄的 所以凡是黄灾多的地方 都要供奉刘蒙将军 有些地方是黄灾 黄是神 是金龙将军 那么又一定要供 金龙将军 金龙大王的这个庙 这个就是供他了 不要去动他了 这实际上是拿它没有办法了 这有种信仰 对吧 那么又比如说水灾 水灾黄河 有河神 对吧 那么最早大家看到 这个西门豹 制疫的时候 有河布 那么对吧 这个河布神要 要跟河布结婚 要把女孩子推到水里面 总是认为控制河的是河神 所以以前的黄河 闹了水灾 黄帝就要派人 专门去祭河神 平死一年要祭几次 为什么 这黄河多灾 如果黄河再少 那么就不太去祭祷 相比之下长江的庙 江神庙就比黄河神庙少得多啊 对吧 清朝的皇帝曾经派大臣带领几百个人去寻找黄河的源头 找的跟今天源头差不多了 我们讲地理学识都说这是科学探索 其实什么事情大家知道吧 因为黄河又闹水灾了 黄帝就说我们寄河神寄的那么隆重 怎么用来水灾呢 有大臣就跟他讲 没有寄的地方 河神老爷一般是住在黄河源头的 你在黄河尾巴寄中间寄什么用呢 你寄的东西他吃不到 他也不知道 应该派人到黄河真正的源头 在那里去寄才有用 这样皇帝才派人去考察河源 这不是什么科学考察 是为了寄神去的 同样的 淮河同百山里面也有河神庙 淮河的神也是在他源头 所以以前江河源头的庙就是为了他闹水灾 如果这条河水一直不闹水灾就不太重视了 所以清朝没有派人去找过长江源头 就这个道理 那四川还有地方神 寄所宜兵 修都将颖他儿子二郎神 也是管水的 所以四川一到水灾就寄二郎神 这是四川地方的 江西找出了喜真君 因为江西这个山多 山洪 以前山洪叫戳礁 认为礁龙埋伏在山里面现在出来了 我们小时候也听说 礁来的时候 什么赶快一发现 就把女人的什么内裤塞在上面 他就不敢出来了 那就这个说法 但即使江西有个喜真君的 他专门对付交的 所以江西人的地方就供喜真君庙 江西人迁到哪里 有的把喜真君庙照到哪里 那么大家知道江南这些呆呢养禅 那么所以呢供奉禅花娘娘 每年有的是这个禅宝宝要这个 这个妇禅以前要禅花娘娘游街要供奉 对吧有的地方简直上山收了以后还要再寄一次 那目的也是他保佑本地这个执着产业 成上江南这一代 那你到不养残的地方有没有这个就没有了 对吧 那么还有呢 例如福建的妈祖 妈祖其实说是送上领总兵的女儿 其实呢估计这个女孩子大概是落水死了 以后说她升天以后呢 就沾门保佑 保佑什么呢 保佑海上平安 因为福建沿海都要到海上去嘛 对吧 那么福建人迁到了台湾 把妈祖们也遭到了台湾 所以台湾现在很重视妈祖 隔离都有 大家还要争谁是真正的妈祖庙 比如你到洛港去 那这洛港是我们这个妈祖争的 还有黑面妈祖 金面妈祖 那么有的时候送妈祖娘回来探亲 送到福建 到梅州 来 这个妈祖是普遍信仰 但是这个妈祖如果离开了航海呢 他作用就不然 比如福建移民移到浙江南部 他也造 那么这造妈祖庙 所以就叫天后宫了 这个天后宫就成为福建人的会馆 同样的福建会馆 照到上海 照到天津 都改名天飞宫或者天后宫 因为在那里 等福建人迁到上海 迁到天津 主要海运已经不是已经是机械轮船了 大概对妈祖不太惊动它了 所以天飞宫天后宫都作为福建的会馆了 但是他往南的话 到了越南 我到越南圣化去过 那里有林某庙 他们告诉他林某庙就是马祖庙 所以现在呢 还有他那个世界文化遗产 在慧安城里面 那也是供奉马祖 也叫林某天或者天某 所以越南这个地方 北面主要是供文庙供孔子 南面呢 主要的神就是林某天某 那就是福建过去马祖 因为福建的移民影响比较大 所以你看这些人都有很强的地方特色 对吧 往往其他地方就不供这个 为什么 他没有这个心事需要 那么有没有普遍的呢 当然有的 但这些神呢 往往有具体分野 比如说城隍庙 中国各地以前都有城隍庙 但城隍庙呢 是地方神 他是有具体的人的 我不许叫的嘉兴的城隍老爷是谁 比上海的城隍庙供奉的是秦一博 是曾经做过上海这里地方官的 中国最大的城隍庙 陕西山园的供的李靖 那唐朝的名将 所以他们认为这个人 完全有能力保护地方的安宁 如果过了一段时间不太灵了呢 要另外找个城隍老爷 大概他该退休离休了 那么另外找一个 那么像台湾呢 本地找不到这样的名人 怎么办呢 请一个 我到台南去 我说你们这里城隍老爷拿 我们城隍老爷佛州请来的 佛州请一个 佛州历史上名人多 那么请他来保护 就这个道理 那么至于搬土地公共庙呢 等于我们现在基民会主任 这个就没有名字了 因为这个比较 基民会主任找一个比较容易 对吧 随便选一个就是 所以土地公共是没有人的 都是反正认土地公共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你看中国这个民间的这些信仰里面呢 有的是普遍的 但也有的呢 是有相当强力的这个民间特色的 那么刚才讲了这么多民间的这个我们的地方文化的特色东西 并不是说其他文化就不是地方 但是呢 一般的来讲 你要称得上它地方文化的 只有刚才这几项是有明显特色的 比如我们嘉信供奉的地方的人 跟你这个胡作就不同 对吧 有个日本的学者 他在门到嘉信调查过 他最后就发现 嘉信的太平天国以后 来了一批外来人 这些人呢 有的就没有办法跟当地融合 又做了移民 打鱼的 那么他们打鱼的呢 就自己有信仰 他们信仰刘将军 那刘将军到底有没有这个神呢 就不知道 反正他们就信仰 那刘将军就保佑他们 所以造刘将军庙 他跟我讲 对吧 其实各地都有的 那么这样的神呢 他的信仰 这个很小的圈子 那么这样就反应地融合 但是不等于说其他地方 那么所以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第一个原因是地理环境 各位大家知道 对吧 为什么地理环境差异那么大呢 因为这个是背景 就是古代的话交通不变 生产力不发大 如果交通很方便 今后的文化各地都改变了 对吧 一方面为什么呢 大家都学这个 比如说以前我记得很清楚上海坐火车到杭州 还没有到嘉兴经过封禁 就这一带的房子就跟周围就两样 这一带的房子哪怕是一般的房子 多有两个四个角都翘起来的 前后多就这一带 对不对 那么现在呢 有的看不到了 为什么呢 因为交通一发达以后啊 它有的新造的房子就往往受到周围影响了 那么现在你要再开 要开到这个杭州下来到绍兴这一带一片房子 杭州附近又有它的特色了 一个造的高 造的三层甚至五层 另外顶上的都是像这个尖塔 你去看看 用不锈钢做的像这个这样 它又是新的特色了 那么现在的往往一种文化呢 它的范围就比较大 而以前的比较小 主要原因呢 是交通条件跟自然环境 包括我前面讲的方言 那么现在方言为什么守不住呢 因为方言人际交往太密切了 太密切了以后呢 你这个话 特别网络上话 一下子就传播 它不需要受到人际交流的影响 新一个什么是一个菌啊 现在又有什么潮啊 又会什么给力 反正李刚是我爸是李刚 一下子就传播到全国 都不大受到这 但古代的话你知道 一句话 比如广东人的话 我嘉信人听到可能是几年以后 对吧 甚至这辈子 我没听到它已经变了 所以很多 今天我们很多方言的调查 还有很多民间文化调查 往往不能在大城市找到 一定要找到最偏偏的地方 或者山里面 或者少数民的地方 千万最好不要通公路的 那么这里才有 所谓孔子就注意到 这叫李是求助爷 这个李你已经找不到了 也外 远的地方还有 对吧 所以你们现在看看 我们包括到改革方以来 有些地方为什么相对讲 以前的景观保持的比较好呢 就是因为交通不变 比如周庄 周庄原来是周围都是水路 这一条公路也是后来造的 只通到苏州方向的 它跟上海搁的比较近 但周间都是很大的湖泊 交通不变 所以这样一般人去的少 去的少嘛 就东西就保存了 要去的都在公路线上 早就都变了 对吧 所以古代的这两个条件 交通因素 还有呢 生产力不发达 你说全国来讲 古代景观保持最好西藏 交通最不发达 对吧 所以这个道理 还有它的地理特色 那么第二个呢 我们要知道 就是 这种地理文化 如果它的自然环境变化了 你要人工的保护 是保护不住的 那么最典型的例子 我给他讲一个例子吧 就是刘邦 刘邦刚才讲到 他的老家在丰沛江苏 那么他的老太爷呢 是生在丰长在配 所以他习惯了这里生活 等到刘邦做了皇帝 把他借到长安 今天的陕西西安 把他供在宫殿里面 发现他老人家的老是闷闷不乐 刘邦很奇怪 说我做了皇帝 你是太上皇 要什么有什么 似乎你还不够 怎么还老是不愉快呢 他老人家怎么说啊 我原来住的家乡 这个看人家斗鸡啊 杀个狗啊 买个饼吃吃啊 这个都很方便的 周围都 你现在把我供在这里面 看都看不到 有什么不好啊 那么刘邦说 好满足你的要求 他就下了一道命令 把整个封线通通跟我签到关中 那建筑师把图字跟我画下来 所有的房子建筑 包括鸡窝 狗窝 都要造原来的地方造好 然后呢 下命令 所有这里人带上你们鸡狗 通通跟我签 据说这个房子造的像到什么程度 那些移民到了城里面 把狗一放 这狗就找到自己的窝了 都这么好 然后呢 让他老太爷 好吧 那这就是你去做吧 以后 太上皇死了 就照了封线 所以叫兴丰 你们都知道 念过唐诗的 都都 过兴丰寺便会细流营 兴丰寺 关中一个有名的地方 把唐诗还有名 这个就是 因为原来叫封 这个叫兴丰 那么照理说 兴丰就是一个江苏 苏北的一个城 整个移到那里 里面的方言都叫苏北 但是 刘邦死了不久 这也听不到兴丰有什么特点 什么道理呢 你房子可以搬过去 人可以搬过去 七后你能搬过去吗 兴丰原来的建筑 真的适合观中吗 对吧 你这个狗要死掉了 新的狗生下来 他会改变吗 人也是这样 所以 其实他再有他的本事 皇帝 他能搬的就这些 他不能改变自然环境 而兴丰这个城市 要在观中长期生存下去 他不得不 改变他里面的生活方式 适应这个自然环境 对吧 所以以后为什么很多移民 一来一去大多数 一到后来就 就改变了 就这个道理 所以这两条 到今天 其实还得起作用 不过今天 我们因为生产力发达 因为交通 发达 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来改变它 但是需要付出代价 对吧 那么还有呢 长期的我这生活 也会产生相应的精神生活 那么各种崇拜 各种信仰 也就有变化 就不同的 比如说我们到西藏去 大家知道西藏呢 有的是山 有的是湖 就是没有海 对吧 所以你说西藏会崇拜什么 崇拜高山 特别是形状险峻 雄伟的山 你去看 猪猫猫风 他成为圣女 那么这个山呢 我去看 这个特别西洋像 像金字塔也非常漂亮 还有一个 高人不齐山 神山他成为 对吧 那个山也是像金字塔也 而且最奇特的 中间有一道 好像是台阶一样 所以他是佛教 这里上去的呢 他崇拜山 所以很多山都是神山 那么佛呢 他除了有一个叫鬼父 其他都是圣佛 马旁用错 杨周用错 这些都是都是了不得的活 这神圣到什么程度 就达赖喇嘛或者班禅 圆界以后 根据他们的信仰 就是在他离开世界的同时 他的灵童已经到了世界上另一个地方 另一个人家 那么怎么去寻呢 第一步就要跑到圣湖 在拉萨附近就要跑到杨周用错 这个杨周用错里面呢 这个高盛金斯就看狐狸的倒影 既说他可以看到这个倒影 然后他描绘出来 这个地方一个小村 旁边奥游山 那边有一棵树 前面道路 你们去去找到这个 灵童就在那里 那么怎么会的呢 我也去看 当然我们从来没看到有什么倒影 有什么树啊 但是呢 因为他的气候变化大 周围你看 都是六七千米 甚至八千米的高山 然后中间一个湖 那么天上云的变化 看起来的确深奥莫测 有的时候一片浑的 有的时候清澈见底 那当然这个 再加上有信仰 他这个就来了 那么这种对山对湖的信仰 在其他地方呢 不可能的 你说我们家姓山都没有 那个有几个山也很矮的 我这崇拜 对吧 这都要 可对海口呢 那么他有其他东西 就这么来的了 所以这个 在精神生活呢 往往就离不开这个 比如说欧洲有些国家 他也崇拜山 对吧 他有很多仪式要在高山上举行 这个也是有他的特点的 所以呢 我们要知道 这些是根本源 那么这个里面 哪些是可以改变的 哪 交通可以改变的 其他的现在很难改变 但是应该承认 我们现在 我这生活发达以后呢 在一定程度上 可以通过交通 通过资跟人员的流通 来弥补它 改变它 那么 另一个更重要的就是移民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人呢 这文化靠什么传播 到目前为止 最主要还是靠人 当然现在广播啊 电视啊 手机啊 而这些极大信息也能传播文化 对吧 比如刚才讲的很多新的词 就是通过瓦路传播 但是呢 大家比较起来看 最活要的最重要是什么 是人 因为人有创造 另外人还可以反应呢 你传播你没有反应 你比你这个 现在这个 啊 像网络上词汇 为什么传播那么快呢 其实网络不可是媒介 主要是通过人呐 对不对 你个条微博出去 如果命令响应你 命令回应你还是没用的 主要靠人呐 那么人的移动 这个移民呢 在古代呢 就它把一个地方文化就带过去了 特别是其中一些 有自觉性的 接触的这些移民 所以一个地方 文化古代世部的发达 就要看它移民从哪里来的 对吧 移民来自一个发达地区 那么它就会很快的改变你这个地方 那么改变你土著的文化 对吧 比如嘉兴一个重要的发展的时期 是来自两宋之期 就是南宋初期的北方的移民 那大家讲中国历史上 人口南京不止一次呢 在这以前还永家之乱 西京 没往以后 东京的移民也是欠到南美 为什么那个时候对嘉兴影响没有 难说那一次那么大呢 这就要看总的形式了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 靠东南沿海这一代呢 还没好好开发 特别平原地区 像上海的什么好多地方 像崇明道当时还没有了 还几个沙州 上海的好多地方 还是有一片汪洋 那么这代耐气比较太低 经常有老水灾泛滥 有些地方没开发 那么相反的从今天的南京这里 往杭州下来到绍兴宁波这一条线呢 他开发时间比较早 所以主要的交通线是那样走的 所以你看北方像王羲之祖上山东临沿 他迁到了他王家谢家 谢家是河南 他们迁到了建康 就今天南京 然后他们再往下迁呢 往往就迁到了今天的绍兴 在下面往下面这一条线 对吧 从安史自然以后已经开始 唐朝的时候很多人难迁 就先到了嘉兴杭州这一代 那么到了南宋的时候呢 因为南宋后来定都是杭州 所以嘉兴就成为首都附近最发的移民 所以南宋以后一直到元朝 嘉兴人口激增 增加了大量的人 这些人主要是 开始是北方的移民 那么当时呢 总的讲北方的移民 总体上比南方 这个各方面地位要高 经济有势力 文化也要相让对讲比较发达 特别是因为南宋的首都在附近 那么当时有个特点 一般的人呢 这个做官在首都 如果不做官呢 还想做官 或者想这 往往就是定居在首都附近 比如湖州 嘉兴这些地方 跟首都呢 既保持一定距离 但是呢 这个又交通也比较方便 所以这样就吸引了大量的文人学生 这个移民的来源高 那么你这个地方就提高了 这个比较快 所以一般的情况呢 这个土跟客之间 如果是土住前来的人口少 那么本地文化一般就不容易改变 反过来来的移民多 本地人少 所以文化比较快的改变 那么最好的是一种什么情况呢 土克相当 有一定数量土住 那么这样呢 就往往是形成三方共存互补的局面 如果说这个移民又是来自多元的 那么这个情况就更好 就有可能产生一种新的地方文化 比如说近代的上海 大家知道1843年上海开户以后 那么就大批的移民去 刚才这批移民主要是江苏南部 浙江北部 然后也有其他各方面 这移民是多元的 还有外国人 上海刚开户二十六个外国人 到了最多是有十五万外国侨民 对吧 当然这外国人里面也有冒险家 也有流氓 也有犯罪 但是大多数人都是拥有相当高的技术 文化管理人类或者记忆的人 比如一批犹太人 一批中俄国逃出来白俄 里面很多都是音乐家 舞蹈家 所以把西方一手都带过来 那么而且呢 因为它多元的 多元的行政是什么情况呢 那就是任何一种移民集团 都没有办法把自己的文化 强加在人家头上 更不能说土著是改变它 那么这样呢 就互相吸收大家文化里面 有时最后形成一种新的 对吧 那这种文化坚有大家的好处的 而且淘汰了 比如说方言 个别不大容易懂的方言 就必须取代了 而代之一种 大家基本上都能明白的话 甚至产生一种新的话 新的语言 比如现在流行的上海话 其实它有的词汇呢 是宁波话 比如老字 称父亲 他称为阿爸 那不是上海 上海本来称 不是这样的 又比如自己称阿拉 我 那么上海本来称我我你 对吧 你 对吧 这个就变了 还有很多词呢 是新产生的 新产生的词 有的是原来宁波话 有的书字话 有的书北话 有的普通话 甚至原来是英文 对吧 比如上海人说 这个人不地道不好 你干on sale 根本日报叫 不好叫on sale 什么意思 on sale 这个东西on sale on sale 人家其实也不见得坏 在上海人说 你on sale 东西总卖不掉on sale 那这个人on sale 那就完了 对不对 on sale 对吧 比如以前上海的小姑娘 说有个爹来 哈爹爹 这个爹 my dear 来着爹 爹就变 对吧 很多话都这样的 最典型的 上海把那个 窝顶上 鞋坡窝上 开着窗 叫老虎窗 怎么着老虎 跑到窗里去呢 其实英文 roof window 那window知道是窗 前面呢 roof老虎 那么老虎窗 就这么来了 对不对 我不知道嘉欣有没有这样的情况 因为它流动多 那么各种 那么但是最后 新出来的是呢 大家都接受的 都写实际上 一种新的文化 所以现在上海人老子吹 什么上海人海纳百川 你不能行吗 不能不行的 怎么有办法 对吧 这样的情况 就迫使你一定要开放 一定要去说 否则你就站不住脚 你就不能够发展 所以这个 那一个地方 有这么丰富的移民来源 同时又能够 有一个比较好的机制 使他们能够多 比较公正的竞争 那么这个人应该承认 就租借为主的管理的制度 的确是比较先进的 比较现代化的 那么这样才可以形成这个局面 对吧 那么这里面要注意 就是移民中间的接触的人物 特别是同时拥有政治 经济 社会文化 优势的人物 能够取更大的作用 他们作用远远超过普通的移民 对吧 我们现在南方各地经常 纪念本地的一个什么 开辟的祖宗啊 或者一个什么人啊 就是那种移民里面接触的人物 有的甚至是没有建议正式记载的 比如漳州这里的带 陈炎光开漳州 都说是王朝起义以后 由陈炎光带的兵来 然后我们这里 这些人姓陈的都会 他来这里开发的 那么其实呢 这个到底怎么样 大家也不一定知道 但是这是一种象征 一种外来的文明 改变当地的文明 对吧 那么比如说这个 灰州的 汪宫大王 那么也是姓汪的 他到了这里来开发的 比如四川 四川现在成都还有一个十四中学 石头的石 教室的石 那么以前有个说法呢 就是有卢江人 文翁 文化的文 老翁的翁 文翁到锁定去做胎手 那么他在那里呢 传播文化 最后他终老在祖郡 那么他呢 在这个十四里面呢 这里面开学校 所以现在有计划叫文文化俗 就文到了四川 才把这个地方叫化过来 像这样这些都是一些杰出的移民 那为什么我一直强调移民 不讲流动人口呢 各位知道流动人口 它是不稳定的 它往往前来前去 它对本地呢 缺少一种归宿感 但移民呢 它是定居文目标的 对吧 它到你家庭就像这样的定居 那么它把你这个地方 作为它第二故乡 所以它有这种归宿感 所以它对这个本地的文化呢 它会接着去回应 要么很快的学会 你本地的文化 比如讲你的方言 影视照理 要么他拿自己认为 比你先进的文化 来干预 来改变 那么这样的人 什么人呢 往往是同时拥有政治 经济 社会 文化有势的人 比如我们当地一些地方官 一些著名的社会的 公众的领袖 这些人往往只有这样做 历史上也是这样 所以从今天来看 我们要引进的 为什么要引进一些接触人才呢 因为这些人 他有文化 那么今天再加上科技管理 各方面优势 他就能起很大作用 那么当然了 这个总的来讲 移民本身的数字和特点 也是很重要 所以我们考察一个地方 今天文化是不是发达 那么要看它移民本身 有些移民本身 应该承认移民有数字的不同 那么这个数字呢 不要简单看什么学历学位 今天如果一批人能够奉公守法 吃苦耐劳 他就是高数字的移民 对吧 那么历史上面 为什么往往这个移民到后来取代本地呢 因为大家知道 经过长期的迁移 最后能够生成并且发展的人 他们往往是身体上 数字上的强者 否则呢 在古代长期前一种被淘汰了 对吧 或者到了那里也不可能发达 他不过时过日子 所以这个一点呢 大家不要注意到 那么第一文化另外产生原因呢 我这简单讲一下 还有其他原因 一个政治权力 一个行政企划的影响 因为是呢 中国历来是一个中央戒权制的 我们比如嘉兴 作为这个嘉兴府的中心 那么他这时间不是现在 一般的话都是明朝 以后就孤立下来了 比如周延璋 嫌他自己这个管的地方 直接中央折下去太小 他呢 北面呢 要包括他老家凤阳 南面就把嘉兴 也归到南京 归到京师机关 但后来呢 就这浙江太小了 又把他还给浙江 那么所以作为一个府呢 他比较稳定的 那么解放以后呢 就就就就就变成这个 就后来蒋介石去镇压红军的时候 他感到没有 多士气 这个不好调动 所以他恢复 在原来府的基础上 建立专员公署就是专区 那么解放以后呢 我们地委也是专区 那么这个这样长期 那么因为中国历来是用中央戒权的 所以同样你看一个府跟旁边一个府 尽管你这个府的县里到人家 比你到府政府所在那边近 但是呢 因为在政治权力的进座下面 比如他考科举啊 他进行交流啊 他解放以后计划公演 都是在这个范围里面 时间长了以后呢 那么他一个行政权力 因为渗透到各方面 所以往往我们现在考察地方文 地有文化呢 一个比 因为现在范围的小了一点 你拿历史上一个府 或者以前一个 当然这几年 设行事的话 这个已经变得比较大 如果你给你传统的府来复原的话呢 基本上就是这个特色 这就是因为行政权力的问题 所以府接政区呢 是比较比较这个影响大 那么另外呢 这个官方跟主流的文化 往往是通过地域行政制度 甚至强力去推行的 比如清朝改土归流 那么把少数民的地区呢 他把原来认为他不好的习俗 他都强制改变 推广科技 推广汉化 那么这个好处呢 当然有利国家统一 对吧 但是缺点呢 就把很多民间的地域的文化 都消除掉了 我们解放以后 过分的强调政治 强调一封一书 把很多地方文化 都作为封建离姓 都处理掉了 那么这个呢 就是 所以 往往在中国这个政治 起很大作用 就这个道理 那么另外呢 还有一些呢 是民主的宗教的 外来文化的影响 因为呢 这个民主呢 是很有特色 他迁移来迁移去 他往往是到最后呢 因为有特殊的感情 或者共同的宗教信仰 他会形成自己民族文化 不政治会产生新的民族 各位知道 我们五十六个民族里面 有个主要的少数 回族 那回族他本来没有的 元朝以前没有回族的 那么元朝的时候呢 蒙古人的西政 西政以后呢 西政的军队呢 又到中国来了 到中央来了 那么他们就带来了不少 回回 当时 这里叫他回回 那回回里面呢 包括比如说 炮手 打炮的技术炮兵 还有呢 一些工家 还有跟着部队的 部队一些俘虏 那么这些人呢 都来自中亚西亚今天的 新疆以西 甚至包括东欧 那么他们呢 来自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地区 讲的话呢 也不一样的 没有共同的语言 那么到了中国来年 中国人都把外国人 但他们呢 不得不住在一起 那么住在一起 他们有什么影响呢 他们多新疆 伊斯兰教 所以时间长了以后呢 就回回的基础 去形成一个回族 所以你看回族 他没有自己语言的 他在 如果他在浙江 就讲浙江话 在北京牛街清真寺 那回名就讲北京话 上海 那么就像上海话 对吧 他也没有 那么但是他们有共同性 一个半多性以上 这样就形成 那么像这样的这种迁移呢 他往往是也尽量保持 本民族的这个特色 形成一种 有的呢 形成一种 那么还有呢 甚至连德佛教道教这些呢 也跟本土文化相结合 那么外来中国历史上呢 还有其他宗教 对吧 比如这个 比如一般我们传播的佛教 汉传佛教 但是西藏呢 有藏传佛教 那么另外呢 我们有些地方呢 像你像这个靠近缅甸这里呢 像云南有些地方呢 传的小城佛教 那么另外呢 我们比如说 像上海 松江这些代呢 早就明朝开始就传播天主教 那么有各种其他宗教 还有呢 一些像这个边疆地区 有的 比如说蒙古 蒙古后来流传的 也是西藏的 这个我们叫藏传佛教 那么另外呢 他因为进入了中国以后呢 往往这些宗教也要发生变化 几个例子讲 我到印度巴基坦那里去看过 那里原来原始的宗教 这个佛教的艺术呢 很多就是希腊来的 就是希腊文化的影响 很多雕塑呢 都是跟希腊雕塑 没有什么差别的 对吧 那么有的呢 都是裸体的 但到中国来就变了 比如飞天 飞天在印度看到的飞天是裸体的 一方面 印度天气的 另一方面 他们说希腊文化影响嘛 希腊的很多意思 都认为裸体 只能够显示美啊 但到了中国来的就变了 我在新疆 克制尔千佛东 你们有机会去看在库车 那里呢 有几个洞窟里的飞天还是裸体的 但是到了敦煌呢 就是半裸了 到了洛雅呢 全部穿上衣服了 而这个中国人 接受不了 你这个飞天 这么盛气 这么漂亮 怎么裸体 半裸呢 如果裸房出来 这算什么呢 所以他一定要穿上衣服了 又比如观世音菩萨 我在巴基丹北部看到观世音菩萨 他们告诉我 那是有福祉的是男的 唐朝以前观世音菩萨是男的 但是到了中国呢 这观世音菩萨又要跟女性保佑 又要送子 又要受苦救难 那慢慢慢慢就把它变成女的 变成痴迷善言的 这样一个观世音的形象 所以这个即使是宗教的外来文化 那么它往往也跟本土的文化结合会发生变化的 那么最后我们来看看 既然讲了那么对 第一文化到底还有没有价值 它有什么价值 那么第一文化呢 其实它构成了丰富多彩的中国文化 体现了中国文化的伟大的生命 为什么这样说呢 因为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 如果仅仅是一种文化 它不可能适应这么复杂的地理范围 也不能适应各种民族 那么就是同一个民族 同一个地方 我刚才讲了有复杂的地理 人文的自然的背景 要使这个人过得最 相对讲最幸福 最安宁 对不对 最有自信 那么它一定要有一种适应这样环境的这文化 那么正是这种文化在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 这个国家伟大的生命 它依旧在这里面 对吧 所以另外呢 这个它最反映中国文化的实际 特别是民间的底层的实际 因为我们 比如大家一般都认为中国儒家文化 是的儒家文化 但是更多的是上层的 精神的 知识界的 而民间呢 它往往通过 我刚才介绍这些民间的 衣食住行 祭祀 这个祭庆 这些活动 来反映出自己的 求得自己精神上的一种 平安 对吧 它通过自己的信仰 所以这个第一文化是反映最多 最值得 那么另外呢 它更加适合各地的自然环境 和人文环境 有利因地制宜的发展生产 改善生活 比如民居 我们现在往往很多建筑 违背了基本的规律 比如北方造很多房子 都是大玻璃 然后呢 大的阳台 好 现在全部封起来了 又封杀也大 这个阳台怎么保金呢 相反的到50年代初 当苏联战家 来帮我们建的有的房子 今天看的其貌不扬 但倒比较合适 它都是比较小的阳台 为什么用不到那么大阳台 北京天冷嘛 相反的 它保暖 墙比较厚一点 对吧 而我们现在麻木地做的东西 不要说北方 连上海阳台都全封起 那这个 开始人家像不封 后来这个 灰沙多嘛 对不对 相反的 在广东的什么 它当然也需要治养 它需要流通 它不行 以前广东的这个 或者家里面 一般地板用的比较少的 对吧 都是这个摩世纸 为什么它水一冲 天一热 另外弄得爆地板 稍微空以后 要烂掉 这个它有它的特点 所以我们现在 包括生活 包括生产 那么你如果因力质疑的话 那么就可以这个 现在符合现在的环保啊 这个低碳这个理念 比如上次这个 朱家角 他们叫我去讲过几次 我就是说你这样 城市是生活更美好 那么朱家在这样城市 为什么不充分利用水稻呢 明朝清朝以来 中国很多盛世 地主 知识分子 他不住城里 喜欢住在乡下 为什么呢 乡下既 他交通方便 家庭也是这样 这谁往到处游 对吧 我一个村里面 每天早上有航船 这个村里人基本免费 可以搭着 那么同事和我都在上面 就像公共汽车一样 叫城里了 而且他进来 不是在马路上 就在人家商店或者茶馆的后面 这个 你合力停在那里 你办完事 几点钟 这个船又过去了 对吧 那么有钱人自己家里有船 这个船的作用 比今天小器的方便 那么 你今天为什么这些河道不好好的利用 为什么一定要陆路交通 随上也可以啊 你到威尼斯去到今天 威尼斯一进城 对不起 就没有车了 下面开始要么不行 要么就船上 他有巴士 他有巴士 也有taxi 也有占用的 都都是船 那我们为什么这样古代 因为一种很好的生活发展 我们今天就不可能考虑基层了 所以这个第一文化就是这样 无论是我这个精神的 应该讲他里面有很多智慧 对吧 另外呢他有力保存延续中国传统文化 我们中国好多传统文化在大城市发达地区消失的很快 往往在民间特别是边缘的地方比较比赛的地方 他还保留着 对吧 这个我们有很多文化 古代讲不及卢线就像一根线一样 这根线当然就没有了 对吧 几个例子我们现在这个念的《卢家经典》有上书 这个上书怎么保存下来的 秦始皇把上书都烧了 有一个人姓佛的老先生叫他佛生 佛生呢就是当时秦朝还让他做担任博士 他就利用自己把这个上书全部背出来记在心里面 他一直活到九十岁 到八十九岁才被人踩他 他在民间 这是民间保护一下 但到他九十岁的时候 汉朝开始增加民间的点击 有人报告说这个老先生 他还有上书藏在肚子里面 所以皇帝派大臣去跟他叫他讲 然后记下来 否则我们今天就不知道就是上书了 我们现在民间还有很多大量这一类的文化 包括我自己的精神的 对吧 所以你看一个九十岁可惜由于他是山东人 去跟他记录的是河南人 听他的话不一定全听懂 而且老先生的已经翻译不准 他女儿在旁边翻译 所以产生了不少错误 但不管怎么样 基本上就通过这么一个保存下来 对吧 我们现在解放又经过很多政治运动 特别经过文化革命 我们还有没有这种情况呢 那么如果有 我们不管他怎么样 先把他保存下来 对吧 你先不要分什么精华招魄 以后再慢慢说 这个就是地业文化的价值 那么今后会怎么发展呢 这个结论是不乐观的 因为随着生产力发展 交通因素改善 人口流动加快 信息手段进步 一部分地业文化将消失 而且呢将趋同 我们现在高铁那么快 对吧 嘉兴跟商业都说什么半小时圈 一小时圈 要希望大家这个 参与产业办过来 怎么这里相互进去 到后来变成差不多同城化了 那么你说怎么可能 再保留一个什么特色呢 保留不住了 所以我们现在学着很天真 哎呀我们一定要保存 我是很坦率地说 全部保存不可能的 包括方言 有的上海人是保护上海化 我们有没有人保 保卫嘉兴化 你保得住吗 你很多职位就是外来的 你能不用吗 对吧 另外呢人机说多了 大家不自然而然的 就讲了这个 那么再说人机交流 共同语言总是一种 不会两种三种 所以有条件的话 只能商业 没有实在没有条件 保留怎么办 那么现在有机械手段 把这些文化箱给我记录下来 对吧 方言就全部录音 那么有的就拍照录像 这样至少比完全销售要好得多 但是你要一定在中国要保留 几千种方言 几万种方言 这不可能的事情 没有办法 有的老人一走了 这个你们就没有了 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事实 对吧 但是呢我们能做什么呢 因为以前的保护都是消极的保护 都是像那个佛生这样 这个信任的保留下来 我们今后呢要积极的保护 对吧 不是消极的 而是积极的 对吧 但是呢我们要明白 这个在新的地业文化还会形成的 如果真的是有生命的地业文化 它会转化成为中国文化 或者世界文化 成为人类共同文明的一部分 对这一点呢 我们也是要有信心的 但是各位要注意 这个呢不可能是总体 不可能思想观念信仰 而往往是一个具体的某一种物质 某一种技能 某一种手段 几个例子讲中国的豆腐 我看有希望成为世界 我这个八十年代在美国的时候 很多人都不知道豆腐的 当时要讲豆腐 要翻成英文叫soil bean curd 那么现在呢 你到美国 你一般超市食品 豆腐 哦知道豆腐 OK这就是豆腐 为什么大家吃了觉得好 还有学者的宣传 他有利健康什么 现在什么豆腐做成冰淇淋啊 什么样 反正都有了 那这个东西本身 货真价实 大家都记住 对吧 就像你喝可乐一样 你说不好不好 你不要喝 但有人要喝 那么他就散播 又比了中国的功夫 啊 武术 以前你翻个武术 要跟他解释半天 现在你掐你是功夫 我说功夫 OK 他就知道功夫 我怕他非洲的西洋 或者从街路 功夫 那些中国人都有功夫 他以为你 对吧 那么这个方式你看 对吧 包括我们一些精神的 譬如说 我们讨论哲学 道 阴 阳 那么现在呢 已经大家很多都普及了 你跟美国的教授 日本的教授 如果你讨论 你就不要翻译 阴 阴 阳 他阴阳知道了 道就道 对吧 那这个所以 但是有些东西呢 你也实事求是 譬如说 我们中国人 然后叫我们说法 老实讲外国人看不懂的 对吧 我们到有的 我有一次我到美国教授家去 我说 原意爸爸你看这个 他挂到了 中国人送他一个书法 他就挂到了 他一不要 他就看银子 他说我跟他讲 你挂到了 这个很好看嘛 很好看不就很好看吧 对吧 所以有的人说外国人 有的都把工 他的上面工业把中国的夜湖 这也没有什么稀奇嘛 他觉得夜湖很好看 造型很好 这个里面没有 小便们还是个湖嘛 有什么关系呢 对不对 所以这文化就是这样的 那么你要相信 包括如果真正是有生命 有插着这种魂化形式 无论是精神的 我知道 他是会残破的 甚至包括宗教 对吧 我说为什么 他们插着宗教可以补救世界 那中国人就不能也插着宗教出来呢 对吧 你为什么只能接受外国的宗教呢 那么实际上宗教是今后 任何时候你要想消灭 消灭不了的 不可能的 而且宗教对社会 马克思曾经说是鸦片 其实鸦片呢 讲得太简单了 他至少是用生命剂 一种止痛剂 他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 所以我们注意到胡锦涛 在这个十七大政治报告里面 已经提到了 要发挥宗教对社会的积极的作用 它有这些作用 对吧 这个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么多国家 这么多人 为什么离不开 就有它道理的 所以从这个角度呢 我们中国的地域文化里面 隐藏了不少 我们今天可能还没发现的 还没了解的 这些财富 还有的呢 我们今天不认为它一种智慧 它恰恰的反映了人类一种智慧 所以最好的办法呢 我们先把它都保存下来 对吧 也许我们的后代能够理解 它的道理理解智慧 也许这个是完全没用的 那也没关系嘛 那我们现在有这或这条件 为什么先不保留呢 这要说呢 为什么像解放主义 冲冲忙忙 要一把火烧掉 或者文化革命全部炸掉呢 我们都完全可以留下来嘛 对吧 而且我们要改变一个错误的看法 我们认为只有先进的东西 好东西才有保存的 假的 这是不对的 我们的世界文化遗产 中国的文化遗产 也包括了今天 我们认为是反动的丑恶的这些东西 也完全可以保留下来 二十五一星期中营 已经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了 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化 比如说我们中国古代 妇女要缠小脚的 有关缠小脚的资料 我必要不要保留 也要保留 对吧 当然我们不可能要求 今天有人在缠小脚 那人家来欣赏 这是不对的 但是有关比如这么小的修画鞋子 你保存着 然后呢 你再告诉 或者模拟 那今后的后人知道 这个小脚怎么产生的 使大家认识到 中国人古代 还有过那么一个阶段 这也很重要的 对吧 你可以想象 为什么满座人不许孤小脚 满座人尽管下令 不得去 汉座 孤小脚 对吧 他就考虑 他怎么做统治者 他认为 这个很多影响的 对吧 我们的革命 比较有些人不是革命 他比较这个个性强的 比如何湘宁从小不肯孤小脚 所以到了结婚的时候 没有剖家 后来找了廖城之廖家 廖家经济条件 什么各方面都不如他 那像这种事情 你说 要不要作为一种 中国基约的文化 有关私保留 我还是要保留下来的 对啊 包括我们民间有些恶俗 比如一些祭祀 对吧 台湾我现在看到 哪把刀自己不断在身上砍 砍的 表示对神的敬重 啊 然后呢 这个手上肉里面挂一个锅 把一个秤度挂在上面 这样 有些 这个我们小时候都有的 那么你说这个 我认为是恶俗 是不好的 但是 一方面 他如果做不赢 在台湾现在还招样 妙会什么 还经看到的 对吧 那么我就把它保留下来 记载这种应该的吧 让大家知道 当时为了表示浅诚 曾经有过这些 所以总而言之呢 我觉得我们地业文化的前景 不是看它具体的还存在多少 还是看它在我们今后社会发展 人类进步中间所起的作用 那么现在大家就很多地方的官员 民众都希望把地业文化开发 变成创意产业 变成文化产业 那我是这样讲 有一部分是可以开发的 但不是所有都能开发的 对吧 你比如这个禅小九 我想不出来怎么开发发 总不然叫女孩子几位几位 也这就不行的吧 对不对 但是呢 你作为其他有很多东西 像刚才讲到的 这些艺术资讯啊这些 你比如方言 方言造的也不太好开发 但是也可以啊 也可以作为吸引人的地方 我这个做到东京 我从日本东京到京都 进了京都呢 京都那么塔 发现里面的人讲话不同 为什么呢 他们故意招待员都用京都方言 跟你来 证明他 他跟这个东京关东关系有什么差别 对吧 你看现在很多这个什么 艺术缺义啊 都是利用方言呢 这个他也有财富好开发的 对吧 那么说不定方言的哪个词 你开发好以后成为一个流行语的 这也可以的 所以实际上我们在很多地方的 有些地方 比如很多这个食品啊 很多这个这个 这个当分散接近的形式啊 这些完全可以 赤度的开发作为 有的是可以作为 但是不是所有东西都给产业的 所以这样如果我们理性的对了 我相信我们一定能够是当地的地方文化 记得到充分的保存 同时又能发挥到应有作用 好 时间已经过了一点了 我要讲究这 谢谢各位 今天的讲座到此结束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再见